动态评测就看新车频道 大家好 我是谢新泽 哈喽 各位冠军 今天来到葡萄牙 抢先试驾的 是来自于路虎 揽胜运动的SV车型 SV代表着Special Vehicle 就是特别的车型 635匹的马力和0到100 3.8秒的加速时间 那么这台车型呢 也代表着路虎的高端线 很快会在国内 以限量的方式进行发售 那么它的售价 我相信也至少是 200好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于是问题马上就来了 这是一台装上大引擎 配上高级油漆 就卖高价的奢侈品 还是有其他更厉害的真本领 因为通常像这样的一台635匹的车 以新车批道的习惯 我们上来就应该在桑里飘移了 对吗 但是我觉得在街道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的有意思 也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这一台车绝对不仅仅是一个 只是加大了一些马力 有一个非常强壮引擎的缆胜运动 而它在日常的行驶上 你也明显可以感觉到它最SV版本的车型 带给你的这种豪华和舒适上的驾驶 OK我们来点运动模式 你在这个环岛稍微找两个弯道 你就觉得这台车是活的 这台车 is alive 这不是一个油腻的大叔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bond 应该开的车 好我们环岛再来一下 哇就这台车没有miss behavior 它没有失控或者是乱来的这种动态 但是你会感觉到它在你预想的这种轨道上走的是非常灵活的 就你也可以感觉到它的车位好像也开始有一点旋转来进行一些配合 引擎的声音也很尊也很熟悉 因为这是一台来自于宝马的4.4的V8发动机 是M5的同款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顺滑的程度 它的扭矩的能力 它的引擎的动力的水平 刚才说了635匹的一个马力 然后标准状态下750牛米 而当你在弹射的模式下 直接给到你800牛米的扭矩 那它有一个48伏的轻混 这样轻混的系统应该是有个20匹的马力 和140来牛米的一个扭矩的加持 来帮助这台引擎有更好的响应 包括燃油的这种精性也会更好一些 这种大的性的SV通常会容易出现一种什么问题呢 就是因为追求支撑 它会避震器会做得很僵硬 然后你在过一些不好的路况的时候 会觉得这台车颤震的很厉害 就是类似于像巴士过了一个坑 你会感觉这个车会抖一下子 但是这个避震器完全不会非常的厉害 这个也是这一台SV版本的缆生运动的一个重点 就它6D的底盘技术 我们在讲6D的时候 比如说英国的品牌 包括路特斯就会讲 它怎么样可以带来在性能上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加持 但是我非常想说的是 刚才在高速 现在在山路 它给你的这种舒适的感觉太强了 这个避震器硬件一上来了之后 整台车的行驶品质是达到一个新的位置 你看我把轮胎放到右边的这些砂石里面去 就你感觉像拿一个羽毛刷了一下你的大腿的感觉 就你感觉到是有事情发生 但是好像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而且就即便现在已经是运动模式 就这种山路 我又觉得它又贴地 车身的姿态控制又好 而且它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粗糙的感觉 而且这台车稳定感十足 其实山路上我们开地点都不慢 但是没有那种危险的感觉 就是你感觉all under control 它足够快 足够尊 足够磅礴 足够舒适 足够豪华 同时它是你的人 因为其实一些 尤其是超跑 其实有的车是站在你的对立面的 它的性能来的是 不断对你挑战的性能 就是你能驾驭得了我 我性能给你 而这台车是你要什么 I always fight by your side 这点我觉得跟我之前开揽胜运动 在赛场有点像的就是 你依然是在指挥这台车作战 指挥这台车驾驶 而不是亲自下场再去肉负 但是你有一个很有能力的soldier 这都不是一个soldier 这是一个team 这是一个联 这是一个团 在给你打团战 而且每一个人都很聪明 每一个人都是现代化的装备 武装到了牙齿 你看这个感觉 太棒了 不管你是起伏 颠簸 有斜度的这种弯道 从容 这车真的是有开 这个007的Q定制的邦德车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一台3.0T的 揽胜运动可以给到你的 而且在葡萄牙这么美的地方 就感觉是 在电影里开车 你就是那个男主 你就是那个男主 我们刚才上来 就是没有把持住 依然是跟大家讲了很多 这台车在动态上的一些感受 然后刚才我在乘坐的过程中 120-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时速 非常的安静 甚至要比标准的揽胜运动 还要更加的安静 就是通常来讲 就是OK 这台车一旦上性能 一旦说运动 就会折损它的舒适度 完全没有 从精英性 从避震器的 吸震的能力上 在这场行驶下 我就经常会有那句话 很多的这种高性能的 你说AMG也好 这台SV也好 它的动力 不光是带给你性能 它更是一种豪华的加持 它是一种权力 它是一种power 它是给用户这种选择 它是让你在任何时候 都战无不胜的这样一种感觉 这就是SV的意义 这是高性能车的意义 OK 刚才山路的一圈驾驶 我整个人都舒服了 现在我们是到达了 葡萄牙F1分战赛的赛道 Portimo赛道 来试一下这台 已经带给我很多惊喜的 缆胜运动SV版本的车型 是个什么感受 好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赛道 说实话 真的是一点一点点功课都没有做 我们先来大概试一下 忙碍非常多 你得很清楚了 知道你在干什么 然后刚才上坡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车已经有一点点旋转了 因为在TRACK的这个模式下 或者SV的这个模式下 其实它是开放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些驾驶的权限 做一台肥仔车 它的这种车型真的是很不错了 扭矩还是很多的 而且气算是比较长 因为它的扭矩觉得很够 所以你拉了很长时间 然后你觉得好像是不是已经没了 它其实还有 所以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直线尾 两百公里轻轻松松 OK 我上面还有两个挡位可以接着走 非常的稳健 这个刹车的能力远远要比 我期待中的要强 这个探陶瓷的刹车稳稳的制动力 而且冰冰箱我觉得保护也不多 它退档其实可以退得很高 所以这750牛米配合这个变箱可以的 你看当你收油门的时候 Lift off oversteer就来了 这种感觉很棒 还记得我说什么吗 我说什么是驾驶者之车 就是它得跟驾驶者交流 就是我怎么动你 你得给我响应 这是很难在这种高阶的车型上 就是大重量的车型上做到的 但这台车可以做到 所以非常的有趣 当然我很想飘移 但我们今天开的不是麦凯伦 所以并不太会去做过机的一些行为 但是哇你们谁会把SV这样去开 已经是非常给力了 对 对 对 什么是这 just驾驶 实际上 applied 你拿个这个 一个你拿个哪用 对 是的 对 让它页 好 所以其实Range Rover Sport在这种标准的车型上 它底盘都非常的平衡 然后当你到track的模式下 这还甚至没有off 那如果你off了之后 这台车就可以转起来 真的是像一台性能车一样 那你说这台车到底是一个SUV 还是一台豪华车 还是一个性能车 真的非常有意思 哇你看你出弯的时候 已经可以放方向了 有点意思啊 虽然教练是比较严格 但这个车确实是可以的 我跟你讲其实 当然有保时捷 还有兰博基尼对吧 都很快 但是要把一台车做快 我觉得有挑战性 但是你要把一台车做的有幽默感 好玩 同样有挑战性 我觉得意大利车和这台路虎的 SV版本Range Rover Sport 哇绝对是有惊喜 而且它在不断的给我惊喜 就这么跑 刚才我估计大半圈 就这种尺寸 这种重量的电车 大半圈它就已经 要么就过热 刹车过热 三电过热 但是燃油车 起码在现在 依然是有尊严的 有战斗力的这样的一存在 性能与舒适的全媒提升 来自于SV众多全球首创的黑科技 首当其冲的就是6D的底盘技术 它采用四支双枪三阀门空气避震 两组阀门控制压缩回弹 一组阀门影响舒适性特征 并且通过油路 将四支避震器的左右 以及前后对角线进行连接 直接替代传统防倾感 实现不仅是侧倾 更包括抚养的全面顺时强力的控制 碳气味轮圈和十字分布的八活塞卡钳 碳淘磁刹车 都是量产车中破纪录的大尺寸 带来黄下质量70公斤的惊人减重 国内以地深万版本 还采用了特殊的carbon bronze 和略带电镀效果的福乐银 专属感拉满 外观大量碳气味装饰与空力设计 还有四处排气 以及陶瓷材质的SV专属徽章 内饰除了更顶的配置和用料 最骚的操作 来自于和Calventry大学联合开发的Body and Soul座椅 放音乐的时候 AI算法会根据音波的不同频率 来激励座椅中特别设计的多组振动器 确保振动能最优化的被人体神经感知 带来沉寂感更强的体验 甚至还能在养生程序下降低成员心率 提高大脑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越野方面 运动悬架降低了25毫米的最大离地间隙 但作为越野专家的一员 他能去到的地方 已经远远超乎正常人的想象 好 车试完了 最后来回答这一个两百几十万的疑问 这台缆胜运动的SV车型 值吗 在我看来非常的值 它的值不是在于性价比 而是在于一种全维度的奢华的体验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任何另外一台SV 可以在舒适 豪华 高性能 以及越野上做到如此的全面 而且还是用一种英式的美学 荣耀与情绪的性感表达 那为什么不选懒胜 因为大哥还年轻 大哥很会玩 大哥有品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